夏天,关于吃蔬菜,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黄瓜吧,但是,不得不告诉朋友们,另一个被老百姓称为长寿菜的馅菜,该吃了,馅菜,被称为长寿菜,端午前后吃,养生梅的说,中国古代一部按汉字形体分布编排的自书预品中,有限的记载,所以也有人称馅菜为汉菜,寓意为夏天流汗是吃的菜, 第二,馅菜按其颜色分红线,绿线和红绿杂的三种,它富含铁,钙,蛋白质,具有精热解度,补血止血,抗针止血,消炎消肿,通力小便等功效,民间一项使馅菜为补血加输,固有长寿菜的美称,端午吃它,比啥国药都好,为什么呢? 首先,馅菜喜欢暖,降耐热,是夏季地档季蔬菜,其次,从中医角度讲,馅菜为感,杏凉,龟大肠,小肠精,具有精热解毒,出师指令,通力二变的功效,夏天天热,吃一些良性食物,是有好处的 最后,从营养角度来说,馅菜富含多种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且不容易吸收,能够有效补充夏季,阴流和损失的多种营养素 夏天吃馅菜好处多 一,促进发育,馅菜特畏是小朋友的天然钙片,馅菜业内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钙物质 二,小孩食用之后,可以促进牙齿和骨骼的生长,帮助发育,生活中,若不是骨折,使用馅菜也可帮助伤口愈合 二,排毒痛变,馅菜富含各种膳食纤维,使用之后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它还可以帮助排除人体内的毒素,防止便利 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馅菜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三,促进瘾血,馅菜不仅适合小朋友和年轻人,也是中老年养生的很好选择 馅菜类富含干,铁和维生素K,可以促进瘾血和造血功能 还能温持正常的心肌活动,防止肌内净卵 对于中老年朋友和贫血患者,是辅助养生的最佳之选 四,清热解毒,怎么吃馅菜呢? 馅菜配大蒜,清热解毒出消化,建议是馅菜光大蒜哦 馅菜偏寒凉,鸡味需寒,酷屑的人要少吃 搭配新温的大蒜一起吃,各种和馅菜的寒凉 同时蒜香味有促进食欲的功效 这里给您推荐一些吃法 蒜蓉馅菜,准备材料,凯次百克,大蒜二瓣,适量适用油,碾,少许鸡精 步骤 一,将馅菜根部较老的部分去掉后,将馅菜清洗干净备用 二,让蒜菜扁切碎,或直接切成蒜片 三,锅里放入适量食用油 四,油热后加入蒜蓉爆炒,紧接着加入馅菜用大火爆炒至馅菜变色 五,加入盐和鸡精调味,翻炒至云后关火即可出锅 凉饭馅菜,准备材料,馅菜二百克 毒蒜二瓣,小葱两根,适量芝麻,一大勺香油,红油,生抽,适量盐和少许鸡精 步骤 一,锅内加入半锅水,烧盘后加入馅菜焯掉片刻 二,馅菜捞出后用凉开水过凉 三,将蒜排扁切碎,小株切成葱花 四,将一大勺香油,红油,生抽和适量盐 即进混合后,将蒜蓉和葱花,也加入进去混合调成味质 五,馅菜沥干后,加入调味质拌匀后 撒上几粒芝麻即可 皮蛋馅菜汤,准备材料 馅菜五百克,松花皮蛋,一百克 大蒜,皮蛋二瓣,将五克,适量盐和鸡精 步骤 一,馅菜洗净放入热水焯一下,烙气里干水分 二,锅内放入少许食用油 将切好的蒜片和姜丝,加入锅内爆炒蜘蛛香味 三,将切好的皮蛋,放入锅内发炒底下 四,锅内加入适量水,煮背后加入超好的馅菜 盖上锅该煮六到八分钟 五,咸菜煮软之后,加入少许盐,鸡精调味即可 等五过后,吃起馅菜吧 搭配大蒜吃,清热解肚,不需不盖 现在不吃,更该何时 现在就告知家里做饭的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